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路最长 并且克服了世界级困难的高原铁路 这也是我国铁路发展的瞩目成就 但是当青藏铁路的火车开到格尔木地区 就会更换为美国火车头继续行驶 这为什么呢 青藏铁路的格尔木之拉萨路段 全线总里程1142千米 沿途穿越荒漠戈壁 沼泽湿地 以及雪山草原 环境恶劣地势崎岖 从这里开始海拔不断升高 火车在这段路程上行驶 就需要更大的动力 因此对火车头的需求也比较高 而我们国家使用的火车头 大多是电力驱动 虽然它消耗的能源较少 可以减轻环境污染 但相对应的动力也比较小 无法保证火车在这段路程上行驶 所以就会换成内燃机发动的火车头 那我国为什么不选国产内燃机呢 而要选择美国的呢 2001年6月 青藏铁路二期工程 也就是格尔木之拉萨路段 正式全面开工建设 与此同时 用于青藏铁路的高原柴油机车 研制任务也开始启动 2002年10月底 我国成功研制出了 东风8B型9001-9002号 高原柴油机车 并将它们命名为雪域神州号 2003年初 在已有的青藏铁路轨道上进行了性能测试 各项数据也基本达标 本来雪域神州号机车 是有可能成为青藏铁路的主力机车的 但后来我国铁路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要求短时间内提高我国铁路的技术水平 并对青藏铁路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也就是将全线运行时间压缩到最短 全线的行车设备免维修 沿线基本实现无人管理 这三个目标 2004年底 又做出了青藏铁路提前一年通车的要求 对设备的可靠性比之前要求要高 而雪域神州号虽然经过了性能测试 但它的稳定性还是有很大的缺陷 因此最后经过各方面的考虑 选择了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NG2型柴油机车 NG2型机车适用于零下35度到35度的高原环境地区 这个机车安装的是7FDL16AD1型柴油机 它的功率可以随着海拔高度变化进行自动修正 在美国铁路协会标准状态下的标定功率为3356千码 在2828米海拔处装车功率为3000千瓦 海拔5000米时装车功率也能达到2700千瓦 可以在青藏铁路区域稳定用心 另外柴油机还采用了通用电器公司的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 和博士公司的高压喷油泵 起机时不会冒黑烟 燃油消耗率比较低 排放指标达到了美国环保局的零级标准 对环境污染较小 除此之外 NJ2型柴油机的传动系统 以及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也非常高 因此在青藏铁路的戈尔木到拉萨这一路段 就使用了这个机车 目前我国在不断地研究同类型的车头 相信不久之后我们会听到好消息传来 未来的青藏铁路也会用上国产机车头